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本月B站官方的互动抽奖即将开奖 没参加的朋友现在坐上末班车 应该还是来得及的 我最近在清理自己的衣柜 因为实在太多穿不到的衣服了 也不是衣服的问题 单纯是同品类的衣服太多了 比如说黑裤子我就有很多很多条 其中有很多都是那种工装的四代裤 还有就是什么黑白灰这种类型的帽衫 又有无数件 还有各品牌的鸭舌帽也有十几顶等等 所以这一期我决定发起一个精简衣橱的大挑战 那也是顺便的想改改自己乱买衣服的坏毛病 那我将从打底中间层 中间层一般也就是帽衫卫衣或者说是一些薄外套 春秋可以单穿的一些单品 还有是冬季内胆帽子鞋子这几个品类中 各选取不超过四款来搭配四件冬季外套 看看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那这边多讲一句这个中间层 就是除了可以增加这个层次感以外 也是为了使一些单品的利用率可以大幅的提高 避免了你买一件单品只能穿两季 甚至是一个季节 OK我们来看第一件外套来自LuckyMood 那这件超级厚实的绿黑拼色外套 我选的是L马 而且也是比较宽松的 那同款的话还有一个纯黑色 如果大家觉得绿色不好搭的话 我觉得黑色肯定是最百搭的 那这一服的用量还是比较出色的 在这种比较耐磨的地方 它是加强的处理 然后在门禁处它是有一个双层开盒 然后加上四盒扣 这样在冬天的话可以抵御严寒的这种冲击 另外在下摆处的话 还有这种收紧系统 如果天气冷的话 你可以把它收紧这样 不让寒风灌进来 另外在袖口处的话 也有魔术贴设计 这件衣服也采用了双拉链设计 然后拉链头还都是YKK的 非常顺滑 你在室内想坐下 但是你不想脱下衣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拉链拉开 这样你坐起来的话 这边也不会鼓起来 那口袋的话 它外面一共是有三个 两个是隐藏在这一个黑色里面 另外衣服的内侧 还藏有一个拉链口袋 你在里面可以放一些 比较贵重的物品 那这件衣服看下来 整个设计还有是版型 都非常不错 另外它的充棉量 我觉得是非常的足的 所以在大部分的地区 只要不是特别特别冷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预寒性 都是可以过关的 那这件大面衣服 我是准备这么搭的 最里面的话长袖打底 然后外面套一件 灰色的佳容位一样 然后这种版型oversize的 你单穿也挺好看的 另外穿这类比较素的位衣 是我会带一些项链 配饰来点缀的 视频里的话 我是带了这一条 来自Cashhood的AK47 天使吊坠项链 非常有街头感 那这条上是将基督题材 还有是美式街头文化 相结合 非常有意思 项链是使用了915银的材质上 镀金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光泽度很好 大家也能看出来 它同款也有银色 还有是玫瑰金 那因为这件衣服比较厚实 所以我就不加内胆了 那我在这里面 耍了一个小心机 加了一件 技能感的马甲 来混搭一下 金属尼龙质感 增加了强烈的对比度和辨识度 那虽然马甲是红色的 然后外套是绿色的 但是两个颜色 其实并没有很违和 不像很多人说 红配绿与赛狗屁流的 其实两个颜色 还比较可以和谐下来的 那因为这件衣服的绿色饱和度 不是很高 比较百搭 然后马甲的暗红色 这种金属感 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那长裤则是穿了 一条黑色的四代工装裤 来自TV Company 简洁大方 且不是细节 那搭配黑色的 马丁低帮皮靴 那我觉得是非常百搭的 那天气冷 最后戴上一顶 Rekord的黑色冷帽 套完外套 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第二件外套 是波出波披露的品牌 Watch the wind的西南布衣 那我看介绍上 特别著名的 这不是道袍 那衣服是以西南苗族的服装为圆形 然后再加上日本剑道服的灵感 那外侧的这个材料呢 采用了这种防泼水的面料 然后里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加绒的面料 那整体的版型呢 非常宽大的 那我这件是M码 感觉还是很大 但是它的衣裳稍微有点短了 可能我穿L码也可以 那这道裤的话 最里面我是选择了 Ander Wonder的这一个 长袖衬衫来做打底 那衬衫的前侧的话 使用了高科技的透气素杆面料 后面的话是一个摇利用的材质 那中间层的话 我选了一件同样中式风格的牛仔夹克 来自Softnet 那这件衣服的话 其实我买了很久了 所以可能现在也买不到了 那盘扣设计与外套的话非常搭 那寒冬时的话 你在外面再套一个绿色内胆 和这一个绿色的西南布衣相呼应 那这些内胆的话 也是来自Ander Wonder 然后里面填充了 PolarTech的这个高科技的保暖面料 透气舒适保暖 那裤子我选了 同样具有防水性的这条灰色的长裤 那来自Snow Peak 那灰色与整体的风格其实还是很大的 相比黑色长裤呢 会给整体穿搭提亮很多 那鞋子的话 我搭配了这一双来自NB的三合一户外鞋款 那防水抗噪 也是很符合冬季的一个出行需求的 那黑色的话也会很百搭 那黑色冷帽的话 依然是这套穿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 那最后披上这一件西南布衣外套 就可以出门了 那第三件外套是一件美式街头风格的 植绒棒球外套 那里面是有夹棉的 那一身的话是采用了这种羊毛混纺的面料 手感非常好 然后袖子的话则是使用了几皮材质 也很柔软 那尺码的话我选择XL比较宽松了 然后这套穿上的话 我里面还是穿了白色的长袖做打底 然后套上一件灰色的毛衣 作为一个中间层 因为它的毛衣的风格和质感 和这个羊毛混纺的面料 还是有一些小呼应的 那这件甲两件半高里的毛衣 有一期视频中大家也问的很多 那我这一期也给大家做一个上升展示 那这种设计呢 还是比较百搭的 下白处 还有领口 还有是袖口都做了相同的这种甲两件的设计 层次感很好 不像普通的毛衣会那么死板 那毛衣外面呢 再套上一件黑色的羽绒内胆 来自喜哥的Madam 90%的白牙绒 然后充容量是170克 保暖性的话还是有所保证 那衣服同样可以是外穿的 版型比较宽松 那我件是XL 如果做内展的话 其实我可以买小一码的 那裤子选取了登信用长阔 来自Hoodtrap 那保暖硬挺 偏9分的这个长度呢 也很好的可以修饰腿型 那鞋子的话 我选了一双做旧的外风的板鞋 颜色也与外套相呼应啊 那美式街头的这种风格 绝对少不了Supreme这个牌子 那今天呢 黑色五片帽的帽型呢 也是永不过时 那最后一件外套 同样来自Watch the wind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 是一个叫做Mountain 65的冲锋衣啊 那衣服结合了M65和Mountain Jacket 两种经典的夹克版型 那采用了这种防水的面料 那领子处的话 还有这种隐藏式的帽子啊 如果下雨的话 你可以拿出来 然后带头上 不会把头淋湿 那我件是L码 还是偏合身的 然后相对的宽松啊 那我觉得买来一买 也是可以穿的 那这条穿到 我内达依然选择了 这一件白色的长袖 那中间层的话 我选择了这一件 CP Company的橙色尼龙夹克 但是CP Company的这一条 黑色丝带工装裤 上身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鞋子方面呢 我选择了这一双 百搭的低帮马丁啊 脚感不错 然后是也非常百搭 而且有增高效果 然后再套上一件 Madam的羽绒内胆 整个保暖度的话 就可以保证了 再加上这个冲锋衣的 一个防水效果 当然前提就是 你的这个羽绒内胆够厚 够暖和啊 那帽子的话 选择了这顶 我经常会戴的 RICO的贝蕾帽啊 那这顶的话 我能有很多 之前是在Scootide购入的 那现在可能没有了 大家可以等明年 看会不会再上 这个定番的产品 那这套造型的话 其实我可能也是 平时会穿的比较多 外面一个冲锋衣 然后里面一个内胆 然后再里面一个打底 这样的话 整体会功能性强 保暖性也可以有保证 那这套造型就算是完成了 那以上就是本次 精简衣橱大挑战的 四套穿搭啊 那在控制 单品数量的情况下 以上每套穿搭 基本上都兼顾了保暖性 还有是潮流感 那冬天在室内呢 也可以同样帅气啊 那么我个人认为 春秋两季的外套呢 其实可以买的好一些的 毕竟冬季 也可以作为中间层穿着 那同理是长裤 毕竟要穿三个季节啊 那其次就是 冬季最外层的 这个厚外套 那我觉得不用买 特别特别好那种玩 因为你真的只能穿一季 对不对 但是也不能买太差 毕竟它是郁寒的 第一层防线 那同样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内胆啊 那一件保暖效果 过硬的羽绒服 或者说是科技面料的内胆 才能让你在冬天 既保暖又帅气 那关于冬季内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想看的人多的话 我可以开一期 专门的视频来聊一聊 那本期视频 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北京视频 我是特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